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高级选项下 有一项使用安全DNS 但是由于出现了谷歌Chrome油柜组织管理 所以这项设置无法设定 现在这个设定按钮是灰色的 但这是一台个人电脑 并不属于工作用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提示呢 这可能是由于谷歌Chrome浏览器的某项策略 或者某个扩展插件导致的 那怎么移除这个限制呢 本人也是研究了好久 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方法 接下来就为大家演示 到底什么情况会造成这种限制 以及如何解除这项限制 为了模拟更真实的状态 下面全新安装一个Chro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击菜单按钮 这里并没有油柜组织管理的提示 现在安装一个带防火墙的杀毒软件 以Semantic Endpoint Protection为例 这是一个完整的安装包 首先需要解压缩 这是一台全新的Windows 11 所以要先安装一个压缩软件 这里只是为了演示 所以只安装客户端就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安装已完成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Chrome 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显示油柜组织管理 再来看一下Microsoft Edge 同样的显示有你的组织管理 接下来我们将尝试多种方法 尝试移除这些限制 以Chrome为例 在地址栏中输入这段指令 这里可以直接看到是 Semantic Endpoint Protection 这就确认了导致问题的元凶 如果你的Chrome这里没有显示任何内容 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查看 是哪些因素导致浏览器受限 只需要在地址栏中修改代码 这个界面也是查看Chrome被受限的一种方式 好的 现在已经知道了 Chrome是被Semantic Endpoint Protection所限 现在就要想办法移除这个限制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尝试重置浏览器 进入设置 左侧选择重置设置 将设置还原为原始默认设置 这里要注意 重置Chrome浏览器可能会影响 以前原来的配置 比如某些设置和快捷键 停用扩展 包括删除、copy和其他临时网站数据 现在Chrome已经重置完成 关闭之后再重新打开 这个位置依然由柜组织管理 说明这种方式无效 但尽管如此 这种方式应该是最方便 也是必须需要尝试的方式 现在我们尝试使用第二种方法 在注册表中删除谷歌Chrome的策略设置 打开注册表 按照视频进行导航 直接删除这个键值 重新启动设设计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Chrome浏览器 点击菜单 现在这里已经完全没有显示 油柜组织管理 看一下 Semantic Endpoint Protection的状态 这里是之前禁用的 不影响Chrome的状态 如果这种方法对您的浏览器无效 可以尝试第三种方法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此电脑 导航到视频中指定的目录 显示隐藏文件夹 找到Group Policy和Group Policy Users文件夹 将这两个文件夹删除 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Chrome 点击菜单 这里依然没有显示 油柜组织管理 再来看一下Microsoft Edge 有你的组织管理选项也消失了 Microsoft Edge 是通过第三种方法解除的限制 如果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记得留下您的一键三连哦 感谢您的观看